再来花莲县立考古博物馆成立之后 让花莲的居民逐渐了解到了 这埋藏追溯数千年的丰富史前文化 历年来出土的遗物更是数以万计 也见证了花莲史前以来的生活面貌 而根据花莲县文化局普查 其中限定遗址占有6处 而列册遗址总共有15处 而重要普查遗址28处 以及多达203处的普查遗址 范围遍及了13乡镇 2005年文化资产保护法 修法设立遗址专章以来 文化局为了厘清花莲县遗址的分布状况 以及文化内涵 落实遗址监管的保护工作 积极进行遗址研究 普查以及价值评估工作 陆续完成了多处考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出土数量丰富的珍贵史前遗址 并按照花莲县考古遗址监管保护知识条例 规定依结果评定文化资产内涵并分级管理 从之前芝雅干的出土文物 一直到现在 太鲁阁主自己的 在土地利用上面的一个文化 还有在椅子保存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上的冲突跟落差 沟通的过程 然后去合作的形成了一个特展 以芝雅干部落来讲 它未来会有一个旅游资讯站 那现在有一个规划就是特别会有一个展区 去展那个芝雅干遗址的出土文物 然后这些我们在 在那个遗址出土的这些文物 都会移展到那里 其中港口遗址 越美二号遗址的历史最为悠久 属于大崩坑文化 可追溯至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 另外芝雅干遗址 至今出土大量的玉器废料 是目前全台最大的史前玉器制造工坊 在台湾史前文化具有高度的重要性 记者林杰送锋箱采访报道